现在晚上我来到了一家大学附近 大学附近那是相当的热闹 大学附近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 还便宜性价比还高 因为他们的主要客人就是大学生 这一排都是小吃店 有跟自己朋友出来玩的 也有那种情侣出来谈恋爱的 那现在呢 我就带大家到大学附近那边逛一逛走一走 看看现在大学生的夜生活是怎么样的 无人销售69块钱一件是女装 都是一些秋冬的衣服 就没人在这看了 把衣服放在那 要是你想买你拿走一件就在这扫码付款就行 但这衣服看起来好像挺一般的 这个是外卖柜 就是有时候大学生点了外卖 外卖送不进去 就是放在这样的柜子里面 我记得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 外卖是可以送到学校里面去的 这个柜子呢 每次存就要0.15元 我以为是学生承担这个费用 但是是外卖那边承担的 外卖员把外卖放在这里 然后用信息通知学生 学生通过取键码在这边取就行 这就是我们城市唯一一家大学 就在这 那边是门口 哪里 我表妹说他们学校里面有很多猫 它进去过两次 但是可能现在进去比较难 因为保安看管的比较严格 大学门口有那个保安在看管 你需要有一个码 或者要有证明才能进去 看看这大学附近的街道是多么的热闹 这里有一个新开的饮料店 全场饮品9.9任选 你要喝饮料吗 这边还有那个烤红薯 一块钱一根的烤肠 豆腐呀不用了走 糖葫芦糖葫芦 烤红薯 大学附近这种小吃摊特别的多 都是做大学生生意的 又好吃又便宜 水果摊 要不要买点这个解解蜜 炒饭炒面炒粉 鸡索骨 这边有很多大学生在这里逛 这个是卖饭团的 现在我表妹走进了一家奶茶店 咖啡店 她说这里的东西价格便宜 还好吃 但是非常不幸的 我们想要吃的那款冰淇淋 已经卖完了 卖饮料的 我们想要吃一款椰子味的冰淇淋 但是已经卖完了 它那边的价格真不贵 我们现在准备过马路 但是这里没有红绿灯 没有红绿灯的时候 我们怎么过马路 看看左边 看看左边 看看右边 没车的时候就走过去 没有红绿灯的时候 就是这样过马路 来到大学的对面 这边的小吃摊更多了 卖各种各样好吃的 水饺 可惜的是我们都已经吃饱了 我们吃饱了过来 所以看到这些美食都不为所动 粗豆腐 12块有11片 因为拍那个娃娃 你就给它敬礼 它会回礼 为什么这只青蛙那么火 网红蛙 这是特别有名的网红蛙 为什么刚刚那只青蛙那么火 因为好笑 因为它很小 因为卖买出名 这是青蛙在网上特别的火 因为它要卖 就是那种小青蛙的玩具 就是卖仔 青蛙卖仔 卖它的仔 就是卖它的孩子 因为这个出名了 就挺好笑的 它会跟你敬礼 然后也会跟你握手 跟你打招呼 还会跟你击掌 它里面是放东西的吗 对里面有馅的 但是它很薄 你吃过吗 吃过一次 好吃吗 有一般般 一般般 这个有点姜 那个吃 我还没吃过 莫菲我还没吃过 荆州在哪里 这里有太多太多好吃的了 但是我跟我表妹已经吃饱了 来这边逛 开在大学对面 很多都是大学生 还有一些父母带孩子来玩的 烤鸡 鲜肉蛋饱 它前面有那个宠物烘焙 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好可爱哦 那边有一只狗狗 好可爱哦 可以摸一下它吗 它两层毛可后了 可以摸啊 小心哦 好乖哦 那只狗好乖哦 我表妹现在在摸它 都不怕生 不怕陌生人 哎哟 怎么那么可爱的狗狗 它的毛好白好干净啊 哎哟 这只狗还是双眼皮的呢 你看好美哦 双眼皮的呢 就可以淘汰了 你去领养吗 嗯 差不多也比较大 嗯 差不多 我表妹在撸狗 很开心的在撸狗 哈哈哈哈 哎哟 这只狗太乖了吧 哦 人见人爱 这种狗要不羞的话很麻烦 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 不是 不是 天生这个不夸的 对啊 牵着绳的那个是它的主人 对 他有事 他也是我们的 他们现在在聊天 聊跟狗有关的事情 他前主人就 他老婆怀命了 我想摸一下它 对 会不会咬人呀 对 他 他是 他是母狗呀 哦 好乖哦 他应该只有一边削的 嗯 另一边削狗 很多人路过都来看这只狗 太引人注目了 太吸人眼球了 大家都觉得他很可爱 好乖哦 你 他在闻我的裙子 他在闻我们身上的味道 对啊 以前干净 哇 他的毛好多 好软 好舒服 然后又是丢垃圾 你怎么长得那么可爱 那么漂亮呢 我好猛 哇 他的毛很厚 他的毛很厚很长 现在是冬天可以保暖 但是在广东的冬天会不会太热了 好干净 我离他这么近没有异味 没有闻到他身上有异味 哎呀你怎么可以这样玩别人的耳朵啊 太吓人了 哇好厚的 太吓人了 哇 哎呀你看小孩子多喜欢熊猫 哎呦那边也有一只蓝色的熊猫 他们跑过去抱抱这只 又跑过去抱抱那只 这个是卖炒年糕 还有柠檬茶的一个小摊 那照片看起来挺诱人的 看起来就有食欲 哎 灌灌烤奶 灌灌烤奶 这是云南的特色饮料 但是在这边也能看到 多少钱一杯啊 我们要不要买一杯尝一下 想喝桂花烤奶 桂花吗 我看一下有玫瑰罐罐烤奶 桂花莫莉 桑圣菊花桂圆 玫瑰或者桂花 两个当中选一个吧 喝一杯 能喝得完吗 应该可以 慢慢喝点吧 桌子上都摆着一些材料 要一杯桂花吧 对 这是我们点的 一个是桂花烤奶 一个是玫瑰烤奶 桌子上都摆着各种原材料 玫瑰花瓣 桂花 哎这个是什么茶叶 云南滇红 云南滇红 然后就是茉莉 哦 为什么要拉 差都摆着 那么 那么 你勾过的茶 哈哈 哈哈 那个云南滇红是每杯茶都放了吗 还是怎么样 对 它是茶底 茶底 哦 用它做的茶底 云南滇红 红枣 桑圣 甘菊 菊花 然后 是黄冰糖 哦 黄冰糖 是用这种糖吧 对 嗯 黄冰糖 看起来好精致 哎可是那个茶喝了晚上会不会睡不着呀 啊好没有放太多茶 没有放那个浓的 哦 它主要就是什么花香奶味还有一个茶味对茶是用来因为奶喝之后会有点点保护而且有点腻对是的 然后就用茶中喝一下我家喝的也是那个牛奶那种牛奶对对对对这种哦呀是的这种奶比较纯嗯是我觉得奶喝起来那个奶香味比较重 黄冰糖 黄冰糖 要烤多长时间 三到五分钟 三到五分钟就好了 加奶的话就两分钟 这边还可以买那个焦糖爆米花 摆得很精致的一个小桌 现在在做我们的烤奶茶 哪一种比较好卖 前面三个 玫瑰桂花还有茉莉 香盛有还行 我知道香盛 香盛干 它有一点酸甜的味道 这个相框里面放的是茶叶 很特别 你们自己做的吗 网上买的 这里面是什么叶子 茶叶 有点香香的 有点像杆子 闻一下是不是有茶香味 我的玻璃应该闻得好 好的 我还想闻一下 玫瑰 这个也有特色 你看 这个也有特色 这灯很好看 然后自己做了小帮 这个是环形灯 拍照环形灯 然后我才告诉我自己家的 哇好聪明 很有创意 那个是拍照的环形灯 你们你们说 睡意好吗 应该挺好的吧 还行 周末的话 因为周末的话还可以 平时的话就只有大学生 哎那边 这个摆摊要交那种摊位费吧 贵不贵 一千多 一千多 一个月吗 哦那还可以 那还可以哦 那还可以 因为他 比我学校的华山多了 他每天都可以摆对吗 每天都可以 一般 如果中午是没有什么人来 一般都是开夜市 四点 四五点开始吧 中午都没有人 中午都没什么人 应该学生就出来吃午饭嘛 也就 嗯 聊一下我就上课去了 你们是本地人吗 我是 他是管 这些小吃摊 看哪个好吃 主要看 哪个队排的最长 这个摊应该是好吃的 因为他的队是最长了 这边卖的是芝士火鸡 面烤冷面 一听就想吃 好特别 这个摊牌的人是最多的 好多好多小吃摊 根本逛不完 这边租一个摊位 一个月大概一千多块钱 trainee 蛊蝶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